甚至不時出現爆炸 爆炸產生的濃煙幾乎籠罩整條馬路 嚴重時甚至還炸進一旁住家 變電箱起火爆炸 還不小心波及無辜民眾 消防人員現場安置好民眾 準備滅火時 突如其來又一次爆炸 讓消防員頭盔都被撞歪了 等到開始滅火時 地面上電纜 再次讓消防員飽受驚嚇 颱風天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 幸好只有人員輕傷 對當地居民來說 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 三立新聞 翁宇文 黃大衛綜合報導 很以為示範下的地下 ole pack are 燃火時 蒐火時 独立地努力